现在刚刚才过了饭点 夜还不是很深 所以这回林倩倩还没有睡觉 张猛这一敲门 她就应了一声 然后就把门给开了 一件是张猛 林倩倩本来是想问她自己爸妈情况的 可这话到了嘴边 却又说不出来了 林倩倩心里确实是有些埋怨自己父母 怪他们做人做事 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可毕竟人是生自己养自己的爹妈 她是怎么也很不下心来 张猛似乎是看出自己嫂子心里的纠结 于是笑了笑就说 嫂子 林书两口子身体好着呢 就是老念叨你 想让你回去看看 林倩倩刚想开口拒绝 张猛却笑着打断她说道 嫂子 我知道你对张家好 对我哥也情深一浓的 但林书他们毕竟是你的爹妈 这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你总不能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吧 而且嫂子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像他们这个岁数啊 也已经是看一眼少一眼的了 如果让他们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 指不定还能长命百岁呢 你说是不 而且今天他们还要留我吃饭呢 只是我另外还有点事 所以就没有留下来 嫂子 书和沈 其实现在也没再怨你 也没再怨咱们家了 你得空了 还是先回去看看吧 张猛说的这番话 句句在里 字字在跟上 只不过听的林倩倩 是有些哭笑不得 要知道 现在的张猛才刚刚满二十啊 这话要是给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来说 林倩倩或许还认为正常 可这老气横秋的一番大道理 从张猛的口中说出来 就实在是让人有点 不过笑归笑 林倩倩还是点头答应了张猛的提议 同时也说 猛子长大了呀 都懂得教育嫂子来了 被林倩倩这么一说 张猛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其实林倩倩本身就没比张猛大多少 只是她嫁给了自己哥哥 所以这辈分蹭了一下就给拉上去了 又聊了几句后 张猛就提到了林倩倩检查报告的事了 林倩倩其实也不懂这个东西 因为检查完了 她就去了门诊室 然后要给那大夫看看 且要大夫去对她 不过 想到自己这小书子也是名大夫 急忙就把之前的报告给拿了出来 说实话 张猛源以为林倩倩是知道了 自己得了什么病 然后自己在琢磨 适不适合给她用先期治疗 可没想到 人竟然不知道 还拿着这么一大堆条条框框 外加阿拉伯数字的东西来问自己 可是让她的头一个变成了两个大 但自己总不能说看不懂吧 如果自己这么说了 那之前给隔壁柳飞燕 还有自己爹治病的事 都得被怀疑上了 直到现在张猛才知道 原来一个谎言 是要用千万个谎言来演示的 即便是善意的谎言也是如此 拿着报告 张猛装作一副很懂的样子 看完这张看那张 过了好一会她才说 嫂子 我是学中医 所以这个西医我不是很懂 你看这样行不行 这个东西你就先搁在我那 然后我改天去乡里了 再找人帮你给看看 你看成吗 张猛那是自己小书子 林倩倩哪里还有不愿意的呀 笑着就说麻烦了 离开了嫂子的房间 张猛就把那些东西都给放了起来 琢磨着等什么时候李贵芳回来了 到时候让她给介绍为医生看看 毕竟这可是自己嫂子的检查报告啊 要是让个马达哈斯的医生给瞎唬搞一通 岂不是害了嫂子吗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张猛天天陪着家里人 也算是过了一个安生的好年 至于后山小红他们 张猛决定暂时不去打扰了 蛇是需要冬年的 或许能够因为自己的仙气让他们不需要冬眠 可这是有违自然规律的 之前她在读书的时候 她可没少看什么玄幻又或者是修仙的小说 里面就提到了 如果违背了自然的规律 那可是要受到惩罚的 现在还有一大票的事等着自己去做 她可不想哪天来个报市街头呢 正月初六那天 李贵芳就给张猛打了个电话 说是自己下午就能到乡里 她问张猛是去乡里还是她来村里 张猛想了想就让她直接来村里吧 顺便把上次的老韩也给喊上 反正自己家屋子还有几间空的 到时候他们要是不嫌弃自己 这地方破烂 还能在家里将就一晚上呢 李贵芳答应倒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她事先申明了 话她肯定给带到 至于耐心寒的肯不肯来 就不由不得她了 张猛想了想也就硬了下来 其实也不是李贵芳 不想把那个老韩介绍给张猛认识 主要是 她可是知道 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老韩本名韩千锋 在县里 虽然没担任什么官职 但却有很大的能量 谁叫人曾经是县委书记呢 本来老韩还是会有晋升机会的 但他偏偏就把这个机会给放弃了 当时让很多人不理解 可不理解归不理解 人想留在县里 人不想高升 你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他就留在了县里 做点小生意 别说 在他任职期间 确实对县里的百姓 做了不少实事 以至于这下来之后 县里的百姓 对他那可叫一个照顾 用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 他这就叫民心所向 直到这个时候 那些之前不明白 他为什么辞官不做 要做一个普通小老百姓的家伙 这一刻算是看明白了 人这是打算留在县里 做土皇帝呀 别说是上次那种派出所小民警了 就哪怕是现在的县长 县委书记 很多事情都还得麻烦他老韩 原因就是 谁叫人深得民心呢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 得民心者方能得天下 韩千锋这辈子只服几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李贵方的父亲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在对待李贵方的时候 他才会表现得那么公签 甚至连这次年三十都没回家 反倒是去了李家 陪着李家老爷子过的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但凡有点能耐的人 肯定对于一些事物会有所挑战 这老韩就是一个天生有洁癖的主 洁癖不是很严重 可多少还是有一点 张猛如果说是去乡里吃个饭 李贵方或许还有这个面子请得动 但在村里 那可就 何况张猛还说人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住自己家 李贵方估计自己这个韩书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了 当然张猛跟自己前后提过了这么多次 李贵方也不好意思驳了张猛的面子 所以这才说深话会带到 至于人的话 就不一定能带到了 奇料 挂了电话之后 李贵方还没想好该怎么去劝韩前锋呢 人竟然主动给自己打了电话 人甚至在电话里说 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能够带他去牛头村 看看上次的那个小伙子 他说的那个小伙子当然是张猛啊 李贵方当时听到这消息 还以为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呢 直到韩前锋那头催促地叫了几声 他这才回过神来 忙说现在就可以去 再去牛头村的路上 李贵方实在忍不住心里的疑惑 就问韩前锋说 韩书你怎么突然想起要去看张猛了呀 韩前锋笑了笑就说 贵方 你难道不觉得 那小子很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李贵方没明白韩前锋话里的意思 但见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在养神 也不好多问 于是就带着疑问到了牛头村 路上 李贵方就把韩前锋 已经在来的路上这个消息 告诉了张猛 同时还很隐晦 把他有些小洁癖的毛病 也透露给了张猛 这是想要让张猛 能够提前做好准备 现在的张猛 对于李贵方而言 那就是 有男朋友之时 却无男朋友之名 这当然不是他所想要的 如果有张猛这样的男人 做自己未来伴侣 他当然欢喜 可他知道 自己家里人 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如果撇开这层关系 他绝对会从一而终 当然 即便是这样 他觉得 自己对张猛多做一点 也是无可厚非的 自己家里不就是 需要有才 有恃非富即贵的人 才能有资格做自己丈夫吗 那现在自己多帮助张猛一点 只不准哪一天 他就飞黄腾达了呢 张猛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显得有些惊讶 不过紧接着 他就着手 开始忙活了起来 这次韩千锋的到来 对于张猛而言 意义非凡 他不知道 韩千锋到底是个什么身份 他也不知道 韩千锋有多大的能耐 但从上次医院里的那件事 就不难看出 在自己哥哥这件事上 他多少还是能够出点力的 其实张猛的这次宴请 感谢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就是想要通过李贵方 能够跟韩千锋交好 以便于之后 自己可以尽快把哥哥 从看守所捞出来 张三张四 被张猛打发采购去了 而他自己 则是直接去了 村西头的那家小饭店 今天是大年初六 对于村里人而言 这年还没过呢 再加上这小饭店 平常也确实 没什么人会光顾 所以到现在 也都还没有开门 不过没有开门 并不代表开不了门 张猛现在腰包 可是有点资产的 基本上货又 不需要人家给进 自己给的钱又多 哪里有什么 不开门的道理 那老板娘见到张猛 现在就跟见到财神爷似的 嘴巴跟抹了蜜似的不说 那手脚麻利的 估计在伺候他男人的时候 都没这么勤快过 弄好这一切之后 张猛剩下来的 就是等了 张三张四 他们很快就把需要的东西 都采购了回来 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 无非就是一些农妇产品 外带点荤腥的甜鸡啦 猪肘子什么的 这些都是家常菜的食材 也不算大鱼大肉了吧 倒是酒 张猛特地关照过 一定要买上档次的酒 可以说 这么一大筐 一小袋的东西里 也就只有那茅台酒是最贵的了 地址张猛早就给李贵方发了定位 所以没多久 他的车就到了 让张猛没想到的是 今天竟然还是他亲自开的车 把两人迎进门后 张猛先是跟李贵方 眉目传情了一会 这才笑着跟韩千锋打招呼 韩千锋倒也没有什么架子 同样也是笑着回应 乡下人吃饭没那么多穷讲究 客人来了 就是喝茶喝瓜子 等菜上来了 那么就吃着喝着烙着 不过今天这一切都是提前准备的 所以就在给李贵方 还有韩千锋俩 刚倒好了茶 菜就上桌了 这所谓的小饭店 其实跟家里没多大区别 没什么菜式的讲究 只管能填饱肚子就成 所以这色泽上 肯定是欠缺不少 李贵方倒是没什么 这里他也来过 所以直接就动了筷子 要知道 这可是他今天的第一顿啊 再加上开了这么久的车 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而韩千锋则有些犹豫 一方面是不想搏了人 盛情款待的热情 可一方面自己这洁癖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于是就拿着筷子 左看谈右看看 实在是不知道 从那一盘菜下手了 其料就在这个时候 李贵方刚加了一块 类似田积后腿的物体 吃到嘴里的时候 整个人就惊饿了 那俩原本就特别大的眼睛 这会蒸的都快要掉出来了似的 这饭桌本来就不大 而且他们三个人 彼此之间又挨得很近 以至于李贵方 刚有这个异举的时候 就受到了张猛跟韩千锋的注意 韩千锋这回微微有些 皱起了眉头 在他看来 肯定是这里的食材不新鲜 又或者是里面有些 不太正常的东西吧 倒是张猛有些诧异 外加关心地问道 李乡长 怎么了 李贵方缓过神来 一脸的难以置信 赶紧把嘴巴里面的东西 给咽下去后 指了指那盘爆炒田鸡 又看着张猛问道 这 这 这到底是什么呀 实在是太好吃了 说着 他又加了一块 直接放进了嘴里 压根就没有任何 想要注意形象的心思 一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张猛放心地笑了笑说 这就是炒田鸡呀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这辈子都没吃过田鸡 田鸡 李贵方嘴巴里 还塞了一大块田鸡肉 所以说起话来 有些含糊不清 不过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这辈子都没吃过 这么鲜美的田鸡肉了 被李贵方说的 韩千锋也有些好奇了起来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加了一块小到 估计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的田鸡肉 犹豫着放进了嘴巴里 可这一吃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表情夸张的 简直比李贵方 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这个田鸡 他还尝试了其他几个家常菜 同样的 吃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其实韩千锋自认为 这些年在县里做土皇帝 什么山珍海味都吃过了 一些乡下的家常菜 肯定不合自己胃口的 起料 这一吃还给吃上瘾了 可以说满桌子的菜 最后几乎都是进了他的肚子里 酒过三巡后 韩千锋笑着就叫来了老板娘 问他这些食材是从哪里进来的 怎么会这么好吃 老板娘其实一开始拿到这些食材的时候 也是满眼的震惊 虽说他这个小饭馆生意不咋的 可好歹也开了有十多年了 什么食材没见过 但今天张猛拿来的这些 可真是大闺女上花轿头一遭 韩千锋听原来这些食材是张猛搞来的 不由得更是惊恶 不过张猛当然不会说实话了 只是推说就村口那边的小市场采购来的 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 韩千锋也顾不得其他了 忙说能不能带他去 村里的小菜市场其实并不是全天候的 也就早午晚那么三个时间段 而且每个时间段还就那么一个多小时 所以现在这都过了饭点了 人肯定都受贪了 所以就说等晚上的时候再带韩千锋去 张猛心里是清楚的 到了晚上 韩千锋肯定会大失所望 毕竟这仙气可只有自己有啊 没有自己先气的灌溉 哪里会有什么上好的食材啊 韩千锋想了想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酒也喝好了 饭也吃饱了 还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总不能这么干坐着吧 于是他就想着 让张猛带着他到附近转悠转悠吧 其实张猛也正有此意 因为这趟韩千锋来 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想要请教人家 韩千锋哪里知道 在自己做出要来牛头村这个决定的时候 就早已经被张猛给算计上了 如果他知道的话 估计得有些哭笑不得了吧 离开了小饭店 张猛跟老板娘交代了几句 说晚上吃饭还来这里之后 就直接领着韩千锋 还有李贵芳 去了杨军的那个臭鱼堂 这个臭鱼堂到冬天了还好一些 起码人还能靠近 可一到夏天 那臭气 村民都得从这绕道走 韩千锋不明白 张猛怎么把自己带到了这么一个地方 倒是李贵芳之前也多少是有些听说 所以现在若有所思的问道 你之前说的承包鱼堂 该不会是这个吧 张猛笑着点了点头 这让韩千锋跟李贵芳都有些不解 确实 承包鱼堂 先不管乡里是不是周长文在霸占的市场 起码在正常人眼里 怎么也不可能需要这么一个臭水钩子啊 要知道 张猛之前头疼的那个排污问题 就得花不少钱 这样算下来的话 等于说他承包这么一个臭水钩 相当于人家能够承包两个甚至三个养鱼堂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李贵芳两个人有些琢磨不透 张猛现在心里所想的了 特别是韩千锋 他觉得自己这次是不是看走眼了 虽然跟张猛仅仅只有一次短暂的接触 但从上次张猛在见到那医生都要被带走的时候 还把录音笔交给了那医生的老婆 从这个举动上就不难看出 张猛绝对是一个趁你病 要你命痛打落水狗的家伙 这种人 有好有坏 对于那些个正儿八经的人而言 张猛这样的人 他们绝对是不敢惹的 因为人会往死里整你 可对于像韩千锋这样的人而言 却觉得张猛这个人是一个可造之才 一旦自己把他掌握了 那么将来就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受益 但这种人可不是傻子 肯定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可现在的张猛 竟然说要承包这么一个出力不讨好 反而成雷坠的臭水沟 顿时让韩千锋觉得 自己是不是有点看走眼了 其实他哪里知道 张猛对养鱼堂这一行 完全是门外汉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给杨军一点教训 他不是一天到晚在外面吹嘘 说自己有个鱼堂多牛逼吗 那如果自己把这个鱼堂给抢了 看他还有什么炫耀的资本 即便只是一个臭水沟 两边三人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彼此之间也都不一样 所以张猛这个时候继续说道 老韩 这个还是得你帮忙给出出主意呀 韩千锋现在真的是被张猛弄得有些哭笑不得了 不过像这种排污的问题 倒也难不倒他 直接就把自己的办法给说了出来 当然 同时的也爆出了一个价格 这是想让张猛知难而退 起料张猛在心里稍微一琢磨 顿时就乐开了花 这可是困扰了自己快一个月的问题呀 现在竟然得到了解决 又怎么能让张猛不开心的呢 倒是李贵方这个时候柳眉微醋地说道 张猛 不会真的是想要把这个臭水沟给盛包下来弄成鱼堂吧 李贵方一开始还以为张猛只是说笑而已 可见他现在这表情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不由的心里也替张猛有些操心了起来 张猛愣了愣反问道 有什么问题吗 李贵方苦笑了一声说 张猛啊张猛 刚才函数报的 那可只是排污的价格 你要知道 除掉排污之后 还有承包的费用啊 不仅如此 什么鱼苗 水草之类的 那可都得花钱 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了 就算你有 你知道得多久才能回本吗 少说也得三五年啊 这还只是回本 你要有盈利 估计都是五年后的事了 你有这么多功夫 还不如去做点小生意 来得更划算一些 这是李贵方对张猛的规劝 说实话 如果不是他俩现在的这层关系 李贵方估计会直接把张猛 当成个白痴来看待了 张猛却在这个时候笑了笑说 李乡长 这不是还有你在吗 我 李贵方又是一冷 接着就苦笑了一下说道 张猛啊张猛 你真当这乡长是块肥肉啊 你说几千上万的 我还是有点积蓄 借给你倒也没什么关系 可要知道 你承包这个臭水沟 前前后后加起来 起码得要个十几万啊 我别说是个乡长了 就算是县长 也没那么多钱啊 李贵方这是以为 张猛要向自己开口借钱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真是张猛开口的话 别说十几万了 就算再多点 他想想办法还是有的 毕竟家底摆在那里的 可他这么说 一方面是不想让张猛知道 自己家情况后有压力 而另一方面 也是不想张猛吃这个亏 倒是张猛这个时候 有些诧异的问道 谁说要跟你借钱啊 李贵方看了一眼 韩千锋 有些没明白 张猛华丽的意思 而韩千锋其实也以为 张猛这是脑子一热 想要问李贵方借钱来 把这个臭水沟给拿下来 虽说他跟张猛算不上 有什么交情 可毕竟同桌吃过饭的 所以他的想法 其实跟李贵方是一样的 都不想张猛吃这个亏 可现在张猛突然说 自己不是为了借钱 那又是什么 不由的下意识问道 那你的意思是 需要贵方怎么帮你 张猛先是耸了耸肩说 也不需要怎么帮啊 只要秉公执法就可以了 秉公执法 张猛这下东一下西的 说得连韩千锋 这个曾经的县委书记 都有些闹不懂了 不过接着 张猛就解释了起来 其实张猛的意思很简单 而且这个也是 之前他所想到的 望山乡 这些年一直都在整治 各个村的绿化问题 曾誓言要建设出一个 纯绿色的生态项 可由于这个工作量 实在是庞大 以至于这么多年来 真正落实到位的 也就是每年乡赛牌的 比较靠前的几个村 算是乡里的典型村 不管是县里 省里 甚至是更高级别的领导 下来视察 乡领导基本上都会把他们 带到那几个村 其实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类似王家村这样的地方 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富得流油 而像牛头村这种 不上不下的村 也是一直被搁置了下来 就像现在这养鱼塘 挺好的一个鱼塘 现在变成了臭水沟 这对牛头村可是一个心病啊 但乡里的资金有限 村里的那点钱更本体了 所以这件事一拖再拖 这么一下来 村民也都习以为常了 平日里还好 可一到夏天 他们就会远远避开这里 就连附近的一些住户都搬迁了 毕竟对于村民而言 你们这些当官的不予以解决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而张猛正好是抓住了这一点 他打算借助乡政府的力量 直接把杨军这个池塘给强行封了 至于排污的问题 这本来就是乡里需要出资处理的 不过自己也可以花一部分的钱 这样给乡里解决了资金上的问题 而给乡领导也是增加了政绩 至于治理好了的鱼塘 就归属于乡政府所有了 属于工价的财产 到时候自己再打个申请报告给李贵芳 这是不就成了吗 张猛的这番话 简直是说的 韩千锋还有李贵芳一愣一愣的 在他们看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连环套啊 到这一刻 他俩才明白了 原来从一开始 邀请他们来牛头村 估计张猛就已经把所有的计划都想好了 他们这简直就是明知有坑还往里跳啊 不过这个坑 他们跳得一点也不冤枉 对于韩千锋而言 这一次才算是真正的认识到了张猛这个年轻人了 之前他对张猛只是有兴趣 现在他已经是完全看好了这个人 做事果断很辣不说 还有头脑 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多求的人才 这样的人 自己可以用 甚至可以把他扶起来 培养起来 到时候 他肯定就不会忘记自己的恩情 就像现在自己对李贵芳的父亲一样 而对于李贵芳来说 帮助自己男人 这本就是情理中的事 只要在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 自己当然是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了 至于处理乡村生态问题 也是自己分内的事 现在张猛还决定要出一部分的资 这简直就是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啊 不过在这个时候 张猛倒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周长文 虽说自己已经医治好了他的掌上明珠周素素 而且人还欠自己一个人情 可从上次在香赛时候接出来看 张猛觉得他应该会在这件事上做点文章 李贵芳其实对这件事也是心知肚明的 当初他还想过要对周长文进行整治 可后来他逐渐地发现 自己竟然无从下手了 因为周长文垄断了整个望山香的养育市场 这个不假 里面有些猫腻也是存在的 可这样一来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周长文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毕竟这样的话 起码望山香的瑜伽还是很稳定的 完全不会出现什么胡乱涨价的现象 甚至还得到了县里领导的一致认可 试问 这样的情况 那李贵芳如果对周长文进行了处理 对乡里的百姓究竟是好还是坏 同样的 周长文就是乡里的韩千锋 他在望山香 深得民心不说 和几个村的村长关系都很密切 虽说在乡里表面上 李贵芳跟人平起平坐 但实质上 乡政府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用不了多久 李贵芳就会被调任的 所以巴结他 还真不如巴结周长文来得实际一些 也正是有了这层原因 所以李贵芳在周长文面前 还是有些说不上话的 特别是这种直接干系到切身利益的事 倒是韩千锋这个时候笑笑说 我跟老周多少还是有点往来的 小张啊 这件事 韩某就替你出面了 其实从之前韩千锋就已经在心里琢磨 该怎么和张猛拉好关系 难道用钱 不过看张猛现在这样子 应该也不缺这么几个钱啊 正一筹莫展的他 突然听到张猛说自己目前最大的问题 竟然是周长文肯不肯让自己承包于堂 这可就让韩千锋乐上了枝头 要知道 或许在望山香 他周氏兄弟俩是一霸 可在他韩千锋的眼里 简直就不得已提 他相信 只要自己开了这个口 别说是要一个鱼塘的经营权了 即便是自己想要插上一脚 他周长文都不可能说个不字 张猛一听这个问题都被解决了 差点就要抱着韩千锋亲上一口 倒是韩千锋 看出张猛没脚的喜色 于是就笑着说 小张啊 这个是我帮你解决了 你说说看 想要怎么谢我们 谢 这是肯定的 但自己能拿得出手来的 也就是这么点东西了 要是给人钱 人肯定不要 那可怎么办呢 突然 张猛想到了一个办法 于是就笑了笑说 韩叔 你看要不这样 我会点推拿的手法 要不我给你安安 其实韩千锋也没指着张猛 能够给自己什么 在他眼里 现在的张猛 还只是初始阶段 只要他知道自己欠了的人情 那么就足矣了 在韩千锋这些人的眼里 这个最难还上的 就是人情债了 当然 他们最想赋予给别人的 也是人情债 只是这个对象 就得他们自己去拿捏了 但没想到 张猛竟然会提出什么 给自己按摩 要知道 在县里 哪个按摩店自己没去过 不管正规不正规的 他在那里可都是VIP中辟 绝对的贵宾以上待遇 而且技师的话 除了长相外 手法不敢说全是 起码在权限里 也都算排得上号的 现在张猛突然用这么一个方式 来感谢自己 倒是让他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 于是 韩千锋就笑呵呵地说 怎么 小张 我可是帮你搞定了最大的难题啊 你就想以这个来打发了我 当然 韩千锋这会不是在生气 更不是在责备张猛 而是要把张猛引导到自己的圈套里 果然 张猛设施未深 直接挠了挠头后说 那要不这样 韩叔 按摩呢 当咱孝敬您的 至于于堂的是 怎么谢您呢 我现在也说不好 不过但凡以后有什么拆遣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 那么我必定会竭尽全力 韩千锋要的就是这句话 心里非常开心的 就笑了起来 要说韩千锋 跟周长文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心里装事情的容量 有大有小 周长文其实是能够更快 一步拉拢张猛的 只不过他的功力心 实在是太强了 在他看来 张猛除了求自己以外 最多也就求求李贵方了 如果李贵方要来求自己 那么他就可以搭上 李贵方这条线 虽说一个乡长对于他而言 一点都够不成威胁 甚至还有点不放在眼里 可他是知道的 李贵方的背后 还有整整一个李家 那在省城 可是有头有脸的存在 自己要是能挂靠在 李家的名下 以后哪里还需要 在这么一个 穷乡僻壤的地方 混日子呢 可如果说 李贵方和张猛的关系 还没到那种地步 他不会替张猛开这个口 那么周长文也无所谓 他会先量着张猛一段时间 让他懂得 自己是他的再造父母 对自己感恩戴德 那样岂不是 省了自己以后很多事情 周长文就是周长文 不亏是在望山乡打拼几年 就能打拼下这么 弱大家业的主 但他这算盘打得再怎么精 那不也没经过 韩千锋这只老狐狸吗 就像韩千锋所想的那样 只要他开口 周长文就算再有一百万个 不愿意 也得点头哈腰的 遵照他的意思去办 而这样一来 周长文跟张猛 就失之错弊了 反倒是成就了韩千锋 虽说韩千锋不知道 周长文也在打张猛的主意 可这次真正赚到的 不是张猛 而是他韩千锋啊 当然 对于这些个你来我往的心计 现在的张猛一点都不知道 他只是打心眼里觉得 韩千锋这是在帮自己 而且他也知道 韩千锋多少是 看在李贵芳的面子上 所以他除了表面上 感谢韩千锋以外 心里更是多李贵芳 感激有加 既然事情都谈妥了 那么他们就没必要 再站在这个臭水钩子旁边了 虽说现在天冷 可那味道 还是让人有些受不了啊 只是苦了杨军 到现在 他还被蒙在鼓里 当年辛辛苦苦 蒸过来的一个鱼塘 现在看来 已经是人家的囊中之物了 甚至搞不好 他还得面临罚款的危险 如果他知道的话 估计现在 会跟许长秋一样 一辈子都不想再与张家为恶了 到了张猛家 因为之前张猛就跟爸妈 还有嫂子打过了招呼 所以今天的张家 简直就比小年那天 还要来得干净 当然他们也知道 今天会有贵客来家里 李贵芳这已经是第二次 来到了张家 所以也算是熟门熟路了 不过当他看到张猛那间卧室的时候 脸上多少还是会有些红韵 毕竟那天的尴尬 可是让他一辈子都没法忘记啊 倒是韩千锋 这是头一次来张猛家 原本他以为张猛家 会相对比较贫寒一些 所以也就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连手绢都已经塞在了裤兜里 可没曾想 竟然让他大吃一惊 虽说梅县城里那些个高楼大厦来的豪华气派 不过单从整洁上来讲 还是蛮不错的 他知道这个肯定是张猛之前 事先交代过家里人的 要不然 怎么可能会这样 不由的对张猛的细心程度 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虽然韩千锋一再地说 不需要张猛给按摩 不过张猛却死活不一 最后没办法 还是勉为其难了 在他看来 这就算是张猛对自己的一点心意吧 就算按得不好 让自己吃痛 也得忍着 起码这样不是能更好地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吗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开始确实让他有些吃痛 甚至心里只求张猛捏几下就完事了 要不然 这瞎胡一通乱按 把自己给按出个什么三长两短来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知道 人身上的穴位 可是多得要命 稍微一个不小心 不说送命那么夸张 起码也得痛上好几天 但到了最后 他竟然觉得张猛给自己按摩的时候 就仿佛是自己都快要飞上天了一般 不仅舒服 甚至还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其实这都是张猛在后来用了仙气的缘故 他哪里懂得什么按摩呀 别说按摩了 就连穴位他都不知道几个 他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能够跟韩千锋拉好关系 以便日后自己拜托他去搭救自己哥哥 更好开口一些 在爱情方面 郎友情切有益 这就能让两人之间很快地结成伴侣 而在八戒人方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好比现在的韩千锋跟张猛两人来说 他们互相都有益 要跟对方拉好关系 而且将来都会对对方有所图 那么这两人之间有情培养的速度 怎么能不快呢 中午的时候韩千锋还有李贵芳 都只是喝了一点点小酒 算是一死了一下 可这晚上李贵芳还好 主要是陪着张柏强喝了几重 倒是韩千锋拉着张猛一杯一杯的干 到了最后 两人直接就换上了碗 好在这里是牛头村 是乡下 这要是在县城里 哪怕只是一些寻常的小饭馆 如果让认识韩千锋的人见到他 竟然能够跟一个人喝酒喝到这种程度 估计不大跌眼镜都难 要知道 即便是市里的领导下来考察 韩千锋能够跟人喝上三杯酒 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哪里还会直接用碗来喝呀 李贵芳是看在眼里惊在心里 不过能见到韩千锋 跟张猛之间相处得这么融洽 其实他打心眼里还是蛮欣慰的 只不过他的眼神里 多少还是有些失落 因为他知道 自己没几个月就要到任了 而到时候家里肯定会安排自己 往更高的层次去爬 虽说当官的 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 能高升 这对于一个当官的人而言 那是天大的好事 李贵芳曾经也是这么想的 但现在的他 眼里只有张猛 自己如果只是从乡里调到了县里 市里 哪怕是省里 那也还好 毕竟都在一个省里 要见一面也不是很难 可如果家里给他安排到其他地区呢 那就完全可以说 他这辈子跟张猛的交接点已经彻底没了 他其实有也想过 通过自己陷入金的关系 给张猛打通一点人脉 到时候 他如果运气好的话 或许还能功成名就 入了自己爸妈的法眼 可这个想法是好 李贵芳也不得不面临现实的残酷 要知道 这对于一个村里的小老百姓而言 简直难比登天啊 收起思绪 李贵芳也学着张猛他们换上了大碗 喝得张柏强那叫一个爽啊 都说乡下人结婚早 可张猛都这么大了 张柏强岁数铁定也小不了多少 所以平日里 不管是老伴谢贵梅 还是儿希林倩倩 对他喝酒 那叫一个控制的盐 基本上一天都喝不上了一两白酒 但今天家里来了贵客 年关又还没有彻底过去 所以家里人也就放任他去了 这顿饭足足吃了好几个小时 等收拾碗筷的时候 都已经快半夜了 韩千锋也好 还是李贵芳也罢 都喝得有些迷糊 倒是张柏强仍然还在状态之内 这倒不是他酒量真的很厉害 主要是坐在一旁的张猛 生怕自己老父亲 一会喝出个好歹来 所以就在吃饭期间 他已经给张柏强输送了 都不知道多少次掀起了 要不然 估计人早就已经倒下了 至于张猛 当然是更加没事了 他现在就跟一滴酒没喝似的 脸不红心不跳 搞得韩千锋连连对张猛 竖起了大拇指 韩千锋跟李贵芳的房间 早早就给收拾好了 因为韩千锋有洁癖的关系 林倩倩刚才还在房间里 喷了空气清新剂 现在那房间 简直比人小姑娘的闺房 还要来得香 先把韩千锋扶着睡下后 张猛又去照顾起了李贵芳 但李贵芳哪里能这么乖 今晚他喝了这么多酒 一方面是心里不痛快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想要借助酒精 来让自己晚上能够跟张猛来个尽兴 可张猛哪里敢啊 这是在自己家 又不是在外面 而且李贵芳那个什么的时候 叫声虽达不到震耳欲聋 可起码声音也比平常的女人大 记得上次在杨秀英家里 自己一个和他们俩拿啥的时候 杨秀英显些都被李贵芳给吓到了 好在他们家住的地方比较偏 左邻右舍相隔不算远 可多少还是有点距离 这才幸免没发生什么尴尬的事 但今天就 当然张猛还有另外一层顾虑 那就是自己的嫂子 大家都是成年人 对于那种事也都是了解的 嫂子已经独守空房有半年多了 上次又被那个医生给差点那什么 说明现在的嫂子 已经非常敏感了 这没什么外物刺激 倒也就算了 可一旦李贵芳那啥的声音 让嫂子听到 估计嫂子今晚可就得拿熬了 可张猛心有顾虑 又能怎么办 李贵芳会放过她 现在的李贵芳 那可是已经洪水泛滥了似的 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就在张猛的猝不及防下 直接被她给压在了自己身下 这一夜 可是苦了林倩倩了 正像张猛所想的那样 林倩倩独守空房大半年 又加上上次被那个色魔医生给挑逗了一下 现在的她就跟含羞草似的 稍微有点关于那方面的刺激 就会欲罢不能 都说老师这个职业 会让人联想到很多那啥的镜头 这些都他妈是倒国坑害的产物 其实在咱国家 大部分的老师 不管是素质还是涵养 都还是算蛮上档次的 特别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 更是极其讲廉耻 所以即便是她难受到欲罢不能 也没有尝试自己去解决 所以这一夜 张猛跟李贵芳 那叫一个随心所欲畅快淋漓 而林倩倩就有些有苦难言了 她甚至还暗暗扎舌的在心里嘀咕 自己这小梳子怎么就这么强 不折腾一晚上了 还没有完事 自己老公虽说也不是那种三秒狼 可也没有她这般强悍 第二天 张柏强夫妇是农村人 有早起的习惯 而林倩倩也一样 只是一夜没休息好的她 今天却实在是起不来了 差点让张柏强夫妇 以为自己而媳妇生了什么病 至于张柏 当然是在爸妈起床前 就溜回了自己房间 要不然的话 肯定会让他们老两口 盘问个没完没了 中午的时候 大家都陆陆续续起床了 吃过午饭 李贵芳是还想再待上一天 但韩千锋却还有是不得不走 所以只能和张柏告别 同时也让她放心 昨天说的事情 这几天就会有结果后 这才依依不舍地陪着韩千锋 离开了牛头村 乡长前后两次亲访张家 瞬间传遍了整个村子 甚至连邻村都有些耳闻 这样张家一下子就成了焦点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很多以前在张家落难时 跑来落井下石的村民 在路上遇见张家人 都会热情地上前来打招呼 甚至有个别人还守在张家门口 为的就是能够跟张家的人说上话 这其中就是以许长秋为罪 张猛进进出出自家大门好几次 每次都能见到许长秋的身影 她就那么处在那里 见到张猛了 那叫一个热情 就差跑上来喊句爹了 可当张猛进屋之后 她脸色又瞬间变了回去 这让张猛实在是有些好笑 不过对于这些 张猛丝毫没有在意 她觉得这些没什么好值得去炫耀的 新的一年里 她有自己的计划 她也有自己的目标 就眼前这些个虚荣 不是她所想要的 更不是她最终的目的 这一天她吃过饭 一个人上后山 过完年 就进入入春时期了 小红他们 虽然这次冬眠时间极短 但在张猛看来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毕竟有自己的仙气在 实在不行 到时候 挨个给他们用仙气调理下 不就完事了吗 也许是冬眠的缘故 这次张猛可是花了不少时间来找的小红 当她在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穴里 看到数百条体型 颜色不一的蛇 盘踞在一起的时候 那画面还是相当震人心魄的 当然了 这也不是张猛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蛇了 所以她倒没有太大反应 而是在蛇群里寻找起小红来了 可让她疑惑的是 之前帮自己去搜集那个色魔医生的几条蛇 都被自己找到了 可唯独没有看到小红 张猛心里没来由的一紧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耳畔突然传来了几道嘶嘶声 张猛皱着眉头 顺声寻找了过去 而就在她不远的地方 一条体型大道 足足有自己小腿那么粗的赤链蛇 正在生吞一头比自己还要大上一些的小野猪 牛头村这后山 虽说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 可因为地理原因 又临接不远处的山脉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迷路的野生动物在这里出现 而这些野生动物通常就成为了村民们猎捕的对象 只是没想到 现在竟然会被一条赤链蛇所捕获 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的张猛 这个时候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这血腥的一幕 倒不是她心理变态 崇尚杀戮 而是她总觉得 这条体型异常庞大的赤链蛇 给自己有一种熟悉感 是小红 当张猛惊讶地认出这条巨型赤链蛇身份后 而失声大叫后 那条正在享用美餐的赤链蛇也是在这个时候微微一顿 紧接着扭过头 两只三角眼闪烁人动一般 瞪向了张猛所在的地方 可当她看清楚来人后 竟然欢悦了起来 连已经被自己吞了一半的小野猪都无从理会 而是直接朝着张猛的方向游了过来 离上一次张猛见小红 算算日子也就各把月的时间 可没想到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小红竟然已经改头换面了 要不是她体内残留了自己的仙气 从而让自己有一种熟悉感的话 张猛是绝对不敢相认的 不仅不敢相认 在这个时候 绝对会第一时间扭头就跑 要知道 一条估计已经达到了七八米 同时又有自己小腿那么粗的蛇朝你游过来 你能不跑 除非是傻子 小红还把自己当成以前的样子 到了张猛跟前 先是蹭着张猛的脚背 接着就想要攀上张猛的身体 这让张猛连连叫停 好家伙 之前小红那体型就已经够自己受得了 现在几乎又长了整整一倍 这要是上了自己的身 还不得直接被活活压死 虽然小红早已今非昔比了 甚至很有可能已经是后山的蛇王了 但她对于张猛还是言听计从的 以前或许是因为张猛有仙气 但逐渐的她发现 这个人类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 和小红戏耍了一会 张猛又给她用仙气调理了一下之后 小红这次没有像以前一样缠着张猛了 而是把那硕大的身躯盘在了一起 像是在休息 又像是在睡觉 张猛先是诧异了一下 接着就若有所思的在心里琢磨 难道她懂得怎么修炼 要知道 现在最为困扰张猛的 就是这个修炼问题了 自己的仙气能够晋级 这一点张猛是清楚的 可先后的两次晋级 都让自己有些莫名其妙 倒不是张猛急于想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是她心里有一种好奇感 想知道 在一次又一次的晋级之后 自己是不是也会具备小说里面 那些强大的特殊能力 一边想着 张猛就有样学样 也就这么盘腿坐在了地上 眼观鼻鼻观心 一副沉稳打坐的样子 可修炼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事啊 如果真这么简单的话 这社会还不得乱套了 所以在两条腿盘麻的时候 张猛只能无奈地站了起来 这个时候小红也已经转型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张猛觉得 这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小红的眼神变得更加犀利了 当然 她在看自己的时候 还是比较柔顺的 因为小红的特殊 所以她提早结束了冬眠 但其他的蛇却需要遵照自然法则 老老实实地继续沉睡 挥别了小红已经临近黄昏 张猛下了山 让她没想到的是 在回家的路上 竟然遇到了正在村里 溜大的徐富贵 这徐富贵和李寅峰一样 也是张猛的同学 只不过和李寅峰相比较起来 张猛跟他之间的关系 就走得没那么近了 特别是离开学校以后 这小子就跟人间争发了似的 音信全无 好像是听人说过那么一嘴 说他去市里上大学去了 要不是张猛记得 这小子一年四季都留着的 那个香菇头的话 估计这乍一看 还真就认不出来了 徐富贵见到张猛 也是微微有些诧异 毕竟这半年时间以来 张猛的变化也是相当的大 不仅体型变了 就连外观 好像都比以前要成熟了不少 老同学相见 当然是格外的欣喜 除了一些叙旧的话以外 张猛还问到了 他怎么会突然跑到牛头村来了 徐富贵说 这不是过年了吗 所以就来看看老同学 联络联络感情 不过张猛却是从他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点犹豫 这让张猛有些不解 同时心里在琢磨 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 自己这老同学这么久 连个短信都没有发给自己过 现在突然亲自跑来了 这里面肯定有事 想着 张猛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小贵子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被戳中心思的徐富贵 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白手否认 可就是 他这极其微妙的表情变化 让张猛心里 刚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现在正站在路上 这里确实不是一个说话的地方 所以张猛就拉着他回到了家 张猛在高中时期 就这么两个好同学 所以作为父母的张柏强夫妇 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 再加上 听说徐富贵在县里混得很开 所以 对他也是相对比较热情 留着他在家里吃饭 乡下有一个不是很合理的传统 那就是 家里如果有个小辈的女人 大大小小的家务活 就得落在她身上了 这家务活分很多种 大到清洁卫生洗衣做饭 小到给家里人盛饭拿酒杯 可以说就是个全职保姆 不过在农村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规律 所以也没人觉得这样不好 今天徐富贵是客 所以林倩倩就担当起给她盛饭的工作了 可别看徐富贵一身的西装笔挺 那皮鞋也是擦的正量 但当饭菜这一上桌的时候 就漏了线 林倩倩几乎是一碗饭刚盛好端上来 转了身 徐富贵就给吃完了 这让张猛一家看向她的眼神 简直就是有些发直 这哪里是什么县城里的公子哥呀 简直就是一个饿死鬼头胎嘛 不过一顿饭而已 张猛也没在意 只是在心里越发觉得 在徐富贵的身上肯定有事 吃了足足有四五碗饭后 徐富贵这才一抹嘴巴打了个饱格 那意思是告诉大家她已经吃饱了 不过紧接着她也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失态 所以挠了挠头 有些尴尬地笑着表示自己的歉意 张猛心里装着事 所以也没吃几口饭就拉着徐富贵进了自己房间 进了房间 张猛就皱着眉头问 小贵子 你老实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徐富贵还想要狡辩 可张猛直接就板起了一张脸 那意思好像就是在说 如果你再不说的话 就直接把她赶出门似的 无奈下 徐富贵只能实话实说 原来徐富贵也算是一个命运比较悲惨的人了 高中毕业 他确实是去念了大学 可没几天 家里就发生了变故 他父母在一次旅行中遭遇了不幸 双双离世 孤苦伶仃的他只好辍学 好在爸妈留下来的家底还算殷实 所以他就学人做起了小生意 可没多久 前辈赚到不说 还欠下来了一屁股债 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想着去联系 曾经关系好的几个同学 但之前他是家里有钱 那些个同学才会巴结他 跟他玩在一起 可现在一见他这么一副穷酸样 谁还肯搭理他 好在李银峰还算有点良心 把自己过年时加班得到的工资 全部都借给了他 但这能有多少 对于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徐富贵来说 基本上也就够一天两天的口粮而已 在第三次找到李银峰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就打听起了张猛的近况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老同学近一年没联系后 现在又重相聚的画面了 张猛听到这里 也是直摇头 感情人现在是投奔自己来了呀 虽说自己现在的生活条件还有收入 确实比李银峰要好上一些 可那也只是好上一些呀 自己赚的钱 那是得供全家人过日子的 如果说徐富贵也就来住上了三五天 自己倒也无所谓 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吗 他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可从徐富贵的话里不难听出 他这是已经走投无路了 对于一个走投无路的人 会只住上的三五天就完事的 就算他还有点良知 住个三五天然后就走 可他又能走到哪里去 如果他真有路子的话 估计也不会拉下这个脸 跑自己这里来了 要知道当初在学校里 他可没少在自己面前装逼 要不是大家都住在一个寝室 估计彼此之间的交际会更少 可毕竟同窗了三年 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不管不是 就这么琢磨着张猛下意识地问道 小贵子你到底做什么生意 亏成这样啊 徐富贵低着头说 药材 药材 这些年确实有很多人 因为倒过药材起家的 甚至还有一些人 因为倒过药材大富大贵 成为市里甚至省里 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只不过这药材里面的门道也不少 稍微有点不注意 又或者是不精通此行的人 就会连老本都亏掉了 可亏归亏 也不至于欠下一屁股债啊 原本张猛也只是以为 是徐富贵自身的问题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徐富贵竟然还是被人给坑害的 因为自己哥哥被人陷害的缘故 所以现在的张猛 对于那些个坑人害人的家伙 可谓是恨之入骨 何况这坑害的 还是自己认识的人 那就更加不可饶恕了 只是让张猛没想到的是 这个坑害徐富贵的人 自己竟然还认识 不仅认识 他还帮助过自己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韩千锋 韩千锋给张猛的印象 还是比较不错的 起码他不会像那些个表面上 跟你客气礼貌 可背地里给你屎半子的小人一样 当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那就是他的李贵方认识 只是现在张猛听完徐富贵的话后 整个人不由的深思了起来 当然他心里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 估计是有人同名同姓吧 可事实永远是残酷的 当张猛问到徐富贵那个人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按照他的描述 这个人就是答应帮自己说服周长文 让自己能够经养养育堂的韩千锋了 徐富贵见张猛表情有点不对劲 就下意识地问道 萌子 你该不会是认识这个畜生吧 回过神来的张猛 只能苦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就在徐富贵脸色瞬间起了变化的时候 他忙解释道 小贵子 我跟他也仅仅只是见过两次面 并不算深交 而且还是靠我一个朋友介绍才认识的 你别多想 仇人的仇人那是朋友 但仇人的朋友 肯定也会成为仇人 所以一开始 徐富贵以为张猛更害自己 变成现在这副惨壮的韩千锋认识 就准备痛骂张猛一顿 然后甩袖离开 可听了张猛这么一解释 心里倒是顺畅了不少 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你确定 你没骗我 张猛苦笑地说 我骗你这个干嘛 对我又没什么好处的事 再说了 高中这三年里 你见我骗过你吗 还别说 张猛的脑子虽然很活络 主意也多 但他还真没怎么骗过人 就算有 那也都是善意的谎言 对于这一点 徐富贵还是清楚的 于是就在张猛这句话后 徐富贵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说 猛子 我在来的时候 都听小银子说了 说你现在可有本事了 连当官的都认识 你能不能帮帮我 我不需要那个畜生把钱吐出来 我只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就可以了 如果换做其他的人 张猛肯定会答应徐富贵这个请求 可如果这个人是韩千锋的话 他不得不好好琢磨一番了 要知道 李贵方毕竟叫人一声疏 虽说两人之间的关系 张猛现在还没有闹清楚 可要是因为这件事闹得 自己跟李贵方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那岂不是 当然 这还是其次的 如果侦查时 韩千锋是有坑害自己的老同学 张猛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但他总觉得 这件事好像是另有隐情 至于为什么 他说上来 这要归根起来 应该是直觉吧 张猛没有立即答应 这让徐富贵心里有些不悦 不过张猛却解释说 毕竟人家现在才大气粗 咱们也不能这么贸贸然的 就找人麻烦 凡事还是得慢慢来 先研究一下 看看有什么突破口 没有到时候再下定论吧 徐富贵也觉得 这话有些道理 也就答应了下来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于是张猛就问起了 徐富贵接下来的打算了 如果真让他在自己家 有手好闲下去 别说自己了 估计自己爸妈都会有些微词的 而徐富贵也明白各种的道理 但他现在能用什么办法 要钱没钱 要什么没什么 就算想找个工作 那也得自己能胜任才行 念书的时候就没怎么 好好学过知识 省下的就是捣过药材了 最后还赔了本 这让他怎么找工作 倒是张猛 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想法 于是就问他 这些年做药材生意 有没有接触过那些个 收购毒舌毒业的大老板 别看徐富贵生意做亏本了 但由于他平日里大手大脚惯了 这生意厂上的人脉 多少还是有一点的 再回忆了一下后 就对张猛说道 有道是有一个 听说是省城一个制药厂里的人 为人很阔气 不过脾气就点怪 我和他认识 但没什么交情 对了猛子 你突然问我这个干嘛 一听到这个消息 张猛可就是洗上了煤烧 急忙就催促徐富贵跟人联系联系 同时还告诉他 只要他帮自己联系上了这个人 那么自己就会给徐富贵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说多不多 但说少也不少 对于现在的徐富贵而言 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如果他能够善用这笔钱的话 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琢磨了一下 徐富贵就点头答应了下来 聊完了这件事 张猛就把张三和张四给叫来了 他先是给大家互相介绍了一下后 然后就说小柜子 这样我家里还有两个房间空着 这几天你就先住我家吧 小三小四 你们两兄弟这几天也住我家里来 张四还好 毕竟年纪轻 没想那么多 倒是张三有些犹豫和不解的问道 猛子哥 我们有家呀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需要我们在家里守着 张猛没好气的 在他脑袋上敲了一记后笑马道 这正月都没过呢 你就想皱着我家出事啊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想法我去年就有了 我打算把你俩的家给翻修一下 你们那现在哪里像是个家呀 不过翻修肯定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这些天你们就住我家 正好马上要春更了 我不是包了你们家的地吗 我爸妈年纪大了 嫂子最近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到时候你俩就受了一下 去地里帮忙吧 张三一听原来是这事 急忙就摆手说猛子哥 就这点小事你直接吩咐就是了 我哥俩其他本事没有 这点力气活还是能行的 我们那房子你也就别费心弄了 我哥俩住着习惯着呢 没事的 张猛苦笑着说 你俩住着习惯 但我看着不习惯 你们现在可是跟着我的 我不给你俩收拾的例证的 到时候传出去 还不得有人戳我几两骨啊 好啦 这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天一亮 你俩就收拾收拾东西搬过来吧 对了 我明天白天得去一趟乡里 你们俩明天多陪我这个兄弟出去转转吧 看着眼前的张猛还有张三张四 徐富贵的心里是又赞叹又憋屈 要知道 当初在学校里 他可没少埋太过人张猛 甚至还总是在他面前摆阔起取笑他 但到头来帮自己的竟然还是他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别说三十年了 就这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张猛 李寅峰 这两个当初被自己定义为香巴佬的家伙 现在都已经值得自己去仰视了 心里对张猛有着内疚跟感谢 同时在徐富贵的心里 对韩千锋也是更加痛恨了 因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如果没有他 那么自己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对于他此时心境的变化 张猛当然是不知道了 在交代完张三跟张四后 他就出了房间 把这些事也跟爸妈还有嫂子通了一生气 毕竟家里突然要住进来三个人 不跟家里人说下 那哪里香话不是 张百强三个人 当然没什么意见了 急忙就要去收拾屋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张猛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一把就抓了自己母亲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妈 那个李乡长的房间 一会儿我自己去收拾吧 上次 上次他回去后说 有点东西拉在房间里了 我怕您不知道 别到时候给人倒腾没了 谢桂梅先是一愣 接着也没多想 就点了点头 这让张猛暗松了一口气 他心里暗存好险 上次李桂芳离开的时候 肯定没想着要毁尸灭迹 要是让自己母亲进屋 看到满床单的狼藉 指不定得怎么想自己呢 第二天一大早 张猛就去了乡里 李桂芳得之后 就忙叫自己秘书先接待下 他手头上还有点是需要处理 等处理完了就过去 张猛倒也无所谓 一个人坐在会客室里翻看着杂志 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他竟然看到了 之前给李桂芳开车的小刘 小刘在走廊上 不知道给谁打电话 是背对着会客室的 所以他并不知道这里有人 对于这个害人害己的家伙 张猛本来也没打算去招呼 可隐约间听到了 他好像提到了两次李桂芳的名字 而且看他那小声嘀咕的样 就让张猛起了疑心 自从自己有了这仙气之后 张猛不光是体能上升了 就连听力也增强很多 特别是上次吸收了 那金手镯里的黄色光韵后 他觉得自己能够清楚的听到 距离自己超过50米的窃窃私语 这在那些个什么网络小说里 并不算什么稀罕事 可在现实社会里 就很离奇了 张猛为了不让小刘发现自己 于是就躲在了会客室的那后面 静心聆听 不知道是手机信号 所发射出来的磁场问题 还是对方的声音实在太小的缘故 跟小刘通话的那位说什么 张猛没听清楚 倒是小刘 现在表现得好像有些犹豫 猜想应该是对方在跟他提什么要求吧 可就在短暂迟疑后 小刘最终还是答应了 张猛能清楚听到他说 好 这件事我答应了 不过李贵方那艘娘们 现在对我有提防 所以我得找机会 你给我三天时间 三天时间里 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把他搞上床 把李贵方搞上床 听到这里 张猛瞬间愣住了 接着眼神中就暴露出了一股怒火 不过他知道 这个小刘顶多就是个牵线搭桥的 真正的幕后黑手 现在还不知道 如果现在把小刘怎么样了 一是无证可查 到时候很可能会被他反咬一口 二是也不能永绝后患 这样做的话 李贵方依旧还是有危险 所以在短暂的愤怒过后 张猛还是冷静了下来 小刘打完电话 一边在心里琢磨着 一边就往会客室的方向走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张猛的存在 整个人就打了一个机灵 一副做贼心虚的看着张猛庄笑道 猛 猛子 你怎么在这里的呀 张猛庄做没事人似的笑了笑说 刚来 李乡长在处理点事情 所以就让我在这里等他了 怎么 刘哥今天也来找李乡长有事 小刘一听 张猛也只是才道 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来 转瞬间恢复常态地说道 之前不是给乡长开车吗 后来因为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只能辞职 今天正好来结算下工资 这小刘一边说着 张猛则在心里一边冷笑 他可是亲耳听到李贵方曾说过 对于像小刘这样吃里爬外的人 他肯定是不会留在身边的 现在竟然说自己是因为家里有事才辞职的 简直就是扯淡 当然 张猛也没当面戳破 点着头打着哈哈 就把这一篇给接过了 过了没多久 李贵方就来到了会客室 他本来满脸堆笑地要跟张猛打招呼 可突然看到了小刘 不由地笑容尽失 同时柳梅还微皱地沉声问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小刘见李贵方来了 忙站起身来一副奴才样地说道 那个乡长是这样的 上次不是还有点工资没结算清楚吗 财务说得您签字才可以 这条子我都给您备好了 您看是不是给 李贵方看到小刘那样 心里就是一阵的不悦 不过不管怎么说 毕竟是欠了人工资 自己没有不给的道理 于是拽过条子看了一眼 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好了 你拿去财务了 还有 这里是县政府 如果以后没什么事 最好是别来了 小刘是点头哈腰的一边道谢一边退出去 不过一直在冷眼旁观的张猛却看到 这小刘在离开的时候 嘴角好像是微微有些冷意 对于这些李贵方肯定是不知道的了 他现在一心一意都铺在了张猛身上 就拿刚才来说吧 本来是有一个会要开的 但因为张猛的到来 他实在是有点心不在焉 所以直接是把主持会议的权利交给了周长文 而自己则是匆匆忙忙的跑来会情郎了 张猛没有把刚才自己听到的告诉李贵方 主要还是怕他会担惊受怕 于是就在小刘离开后 张猛看了下私下无人时 直接就把李贵方给拥在了怀里 这里是乡政府的会客厅 虽然现在没人 但不代表等下不会有人路过 所以在张猛这么一个热情的雄抱下 李贵方还有些害羞的想要挣扎 只是他不知道 如果就这么从了张猛 或许张猛也只是沾沾便宜就算了 但他这么一挣扎 顿时聊的张猛心里就加速了 蛇精内丹的副作用 其实差不多已经消耗殆尽了 但年轻人 本来那方面就比较旺盛 再加上李贵方变得越发迷人了 特别是在这一身职业妆下 让张猛就有些欲罢不能 所以没顾得上他的反对 直接双手就攀了上来 李贵方也被张猛给挑起了心绪 可尚存的一丝理智告诉他 绝对不能在这里内杀 于是哀求似的跟张猛打着商量 但这种商量又怎么能够得到允许 最后李贵方无奈 只能带着他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起码那里相对于会客厅而言 还是比较隐蔽一些的 张猛在高亮地里坐过 在卧室里坐过 有一次还和杨秀英从客厅到洗澡间 再由洗澡间到卧室坐过 但在这办公室还真是头一遭 男人不管是什么身份 什么职业又或者是什么学历 在年轻的时候或多或少 都会看一些倒国的爱情动作大片 这不是好色 主要是对那种未知事物的好奇 以及向往所驱使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办公室里那个什么 可一直是张猛所向往的 特别是女主角今天穿的 还是那种紧身的职业装 这就让张猛更是难以自拔 可就在两人几乎已经一物净除 坦诚相见 准备进行最重要一个环节的时候 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这敲门声来的真不是时候 张猛跟李贵方 两人的心里都是按骂着 可现在是上班时间啊 李贵方又是一厢之长 人有事来找他 不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吗 无奈下 两人只能各自整理起了自己蓝绿的外装 女人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她们有的时候 会因为很小的一件事而爆发雷霆 同时也会因为一件更小的事情 对一个异性产生一生的托付 当然 还有一种女人 她们会因为异性的一个眼神 一个举动 甚至是一个看似无异的动作 而深陷情迷 就像现在的张猛跟李贵方一样 外面的敲门声还在继续 这个时候的李贵方肯定不适合去接见了 因为现在的她已经犯了病 而且看她那状态 都应该是归为病入膏肓的那种类型了 如果自己现在不及时给她治疗的话 估计一会她都能自己失态的叫喊出声 集中生智的张猛只能把自己的手机拿了出来 找到了一个听歌的软件 把音量放到了最后 然后再把手机摆在了门口 刺激的重古典音乐 让门后有事来找李贵方的那个访民 顿时一愣 接着又敲起了门 不过这回 她敲门的声音 可是完全传不到张猛耳朵里了 做好了这一切 李贵方双眼迷离 犹如沉迷其中似的 这看的张猛更是忍受不住了 于是上前把她直接给抱到了办公室的桌子上 先是在会客室里被强制忍耐了一次 接着又被访民敲门给打扰了一下 这次她俩简直可以用此生难忘四个字来形容了 不仅如此 这一次李贵方是前所未有的放松 不长不短的半个多小时里面 两人用攀巅峰数十次 两人就这样 在乡政府的乡长办公室里 直接给睡着了 这一觉直接是睡到了大中午 要不是乡政府今天这么会议 也开的时间特别长的话 估计都有人会以为李贵方在里面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破门而入了 睡了一觉 精神显然是好了许多 李贵方走起路来 还是有些扭捏 李贵方娇怨的白的张猛一眼 逗的张猛呵呵呵的傻笑 其实今天张猛来主要是想了解下韩千锋这个人的 毕竟昨天听徐富贵这么一说 张猛心里就把这事给记上了 所以在中午吃过饭后 张猛就向李贵方询问了起来 李贵方当时就诧异的说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要问韩千锋 张猛想了想就把徐富贵的事跟他说了下 当时李贵方就说 这件事里面绝对还有其他引擎 李贵方这么说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就徐富贵那点钱 比如说人韩千锋了 就算是他自己 也根本看不上眼 四五十万或许对于一个小康之家来说 已经算是一笔巨款了 可不管是李贵方又或者是韩千锋 是小康之家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既然这样 他们又何必去为了这点钱 而来给自己树立个隐藏的对手呢 要知道 特别是到了韩千锋这个档次的人 一般很少会去主动招惹 又或者得罪人的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千万别看不起任何一个年轻人 因为他们往往会做出很多 让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甚至也会创造出很多 让你所料不及的成就 就像当时传得沸沸扬扬的 某个购物网站的老总 他年轻吗 很年轻 他有钱吗 现在很有钱 但刚大学毕业那会 穷得吃完上炖 就不知道下炖在哪里 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 先是从一个很小的工作室组建开始 最后挤进全国十大富豪榜 现在听说 连外国的总统都亲自来接见了 这是一个小人物吗 曾经他是 但现在已然不是了 虽说这样的例子 可以说是几百亿 甚至是几千一分之一的希望 才能造就出来一个 可谁又知道 你现在得罪的这个小年轻 将来不是这么一号人物呢 所以对于 韩千锋这样狐狸成了精的人而言 绝对不会做这种对自己丝毫没有溢出的事的 其实张猛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虽然不知道 韩千锋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有多少钱 起码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坑人吧 至少不会坑了人 还让人知道是谁坑了他 不过有问题就是需要解决的 本来张猛也没想着要联系韩千锋 倒是李贵方为人处事比较直来直去 二话不说 就给韩千锋打了个电话 也不知道韩千锋是不是有欲捕先知的能力 竟然人都已经在乡里了 只不过他这次来乡里 是要去谈一个比较重要的项目 所以现在暂时没什么空 于是大家就约在了晚上饭点的时候见面 因为耽误了一上午 所以下午的时候李贵方有些忙 但张猛说什么都要陪在他的身边 李贵方以为是张猛对自己有些恋恋不舍 心里甜滋滋的 可张猛其实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女人 毕竟上午小刘那一句话 还是久久徘徊在他的心里 他不知道小刘会在什么时候下手 但这三天时间里 他一定要陪在李贵方的身边 虽说不能做到寸步不离 可也不能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也正是因为这样 张猛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先是询问了下张三张四那边找泥水酱的事 然后又问了下徐富贵联系的情况 最后才说 自己可能要在乡里待上几天 一切的事情等他回去后再说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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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